人生百态皆有不同 酸甜苦辣亦在分享 一个人能有时共生 一天却运藏满香 我是张瑶 要带你去敲开别人的新闻 看一个人的一天 我叫兔兔 作为一名北漂 来北京已经七年了 现在在做养酒推销员 刚刚试炼 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五年了 可能是性格不合吧 而且家里也不太同意 所以我们就决定分手了 一开始我还抱着一些希望 但是现在我已经想通了 觉得如果不合适的话 在一起也是不会幸福的 我也没有觉得他有什么错 因为我觉得在爱情里面 没有谁对谁错的 当然了既然已经分开了 以后就还是不要见面了 这都是他以前爱着家来的东西的 刚刚分手的时候 我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哪都不想去 但是今天我就想出来走走 把我们两个人以前经常去过的地方都转一遍 也许这样我能更快地忘了他吧 当然了 从明天开始 我就要开始我的新生活了 走吧 我叫兔兔 作为一名北漂 来北京已经七年了 现在在做养酒推销员 刚刚失恋 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五年了 可能是性格不合吧 而且家里也不太同意 所以我们就决定分手了 一开始我还抱着一些希望 但是现在我已经想通了 觉得如果不合适的话 在一起也是不会幸福的 我也没有觉得他有什么错 因为我觉得在爱情里面 没有谁对谁错的 当然了既然已经分开了 以后就还是不要见面了 这都是他以前还找下来的东西 刚刚分手的时候 我就把自己关在家里 哪都不想去 但是今天我就想出来走走 把我们两个人 以前经常去过的地方 都转一遍 也许这样 我能更快地忘了他吧 当然了 从明天开始 我就要开始我的新生活了 走吧 我跟他分手以后 就每天都都会喝酒 因为我晚上如果不喝酒的话 我是根本睡不着的 所以导致我第二天什么事都干不了 不过过了今天以后 我就要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我不会再因为感情的时候去喝酒 不会再伤害自己 我要 明天行吗 我没问题 明天两张 平时都是我男朋友干的事 今天我来工作吧 明天还有吗 我对北京的印象 其实我对北京的印象只有一个 就是整个城市里面都是他的印象 这是我五年内第一次 可能以后都会是我自己的印象 走败了吗 好嘞 那你现在心情如何 我觉得还挺爽的 其实真正的解脱了 就觉得没什么 我和他一起来到北京 也就是为了开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 我对这个城市的感觉 从开始的陌生到幸福 到后来的畏惧 再到现在的妥协 我们俩经常来这儿喝咖啡 跟谁说等一会儿逛 我想可能这次 我想可能这次 最后一次来了 但是也无所谓 反正都已经想不到 我们在这里慢慢安定下来之后 他因为工作慢慢应酬多了些 经常喝得大醉回到家 而我经常加班 虽然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但慢慢有一种相距遥远的感觉 我想过爱情结束的方式有很多 但从来没有想过原本美丽的爱情 会因为一座城市的浮夸而结束 马上就要到时光天街了 时光天街是我跟我男朋友开始的地方 也是今天咱们的最后一餐 我们虽然结束了 但是我的生活还要继续 我选择继续留在这个地方 也许这就是缘分的 我与他一起来到这个城市 最后却行动了 我在东四环 也许他在西三环 我在一号线 也许他在十号线 未来夜晚的明红灯 可能会给我带来一种他还在的错觉 也许这不是错觉 他真的还在 只是不在我的身边 我现在想对所有的女生说 除了感情还有许多事情 值得我们去追求 当然了 感情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但是我们要一切随缘 顺其自然 相信幸福一定会来到我们的身边 慢慢有一种相距遥远的感觉 我想过爱情结束的方式有很多 但从来没有想过原本美丽的爱情 会因为一座城市的浮夸而结束 马上就要到时光天街了 时光天街是我跟我男朋友开始的地方 也是今天咱们的最后遗憾 我们虽然结束了 但是我的生活还要继续 我选择继续留在这个地方 也许这就是缘分的 我与她一起来到这个城市 最后却行动了 我在东四环 也许她在西三环 我在一号线 也许她在十号线 未来夜晚的明红灯 可能会给我带来一种她还在的错觉 也许这不是错觉 她真的还在 只是不在我的身边 我现在想对所有的女生说 除了感情还有许多事情 值得我们去追求 当然了 感情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但是我们要一切随缘 顺其自然 相信幸福一定会来到我们的身边 这个大屏幕上以前会放一些电话号码 然后人们就可以联系在这边表白 我男朋友以前就干过这种事 他就是在这跟我表白的 我们俩就是从这开始的 但是今天我就想从这边结束了 我叫陈欣 我已经76岁了 我退休以后吧 等于是专程的就为了旅游 我去了很多地方 国内旁边了 包括西藏我去过9次 国外呢俄罗斯我去过两次 一次到了北极 还有一次呢 从北极又到了索契的那个 冬运会的地方 还有就是从美国到加拿大以后呢 把洛基山从南到北 跑了一个遍 我出去旅游这些地方啊 都是自家车去的